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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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独鸭马 特爱 研绢 独鸭马 特爱鼎胸 他们 都是谁 何时才能无停降 一切都知道 公司 永远找不到 鸡蛋永永睡着牙 这个世界乱走走 我只在看人啊 让我自己去寻找 不知好不好 时间空间来回跑 我要找找找 科学官人捉迷藏 统统把我笑 奇怪的公式摔得摔不掉 科学是个大问题 马虎不能要 问题永远那么多 答案却太少 细胞元素和定律 实在太深奥 植物条捂下了腰 可学不会睡懒觉 天堂江大桥 还行吧 老爸你可没我帅 你那不是帅 应该是漂亮才对 我这么帅的书签都没说什么呢 你们俩就别在这自恋了 哎 这不是前堂江吗 老贝我给你讲讲啊 这前堂江可有一个著名的景观 前堂潮 什么是前堂潮 这个潮啊 指的是由于月球和太阳的引潮力作用 是水面发生的周期性涨落的潮汐现象 前堂潮啊就是在前堂江的江水潮汐变化的现象 哦 原来是这样啊 爸爸 前堂江上的这个大桥可真长啊 哦 这就是著名的前堂江大桥 这个可是由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双层式公路铁路两用大桥 这个桥呢 是上下双层刚结构横梁桥 全长一千四百五十三米 宽九点一米 高七十一米 不过说起这前堂江大桥 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了 谁啊 毛以生 毛以生 对 毛以生六岁读私塾 七岁呢 就读于一九零三年 在南京创办的国内第一所新型小学 思义学堂 一九零五年呢 进入江南商业学堂 一九一一年 考入唐山路矿学堂 就是今天的唐山交通大学 小说千儿 说了半天你都没说到重点上 这毛以生先生啊 是我国著名的土木工程学家 桥梁专家 工程教育家 毛以生设计并且带领大家建造的前堂江大桥 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和施工的第一座现代钢铁大桥 在中国桥梁工程史上 可是一座不朽的封碑呀 嗯 没错 是第一座 在这之前 中国虽然有大型的桥梁 但都是外国人制造的 而前堂江大桥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制造的 好了好了 那快带我去看看这座大桥吧 走 宝贝 我带你去 等等宝贝 我带你去 走喽 小说千儿 这是哪儿啊 这里是江苏镇江 是毛以生的故乡 小说千儿 你干那么多人在干什么呀 怎么这么热闹 啊 咱们来的时间呢 正好赶上端午节 这里的人呢 正在举行龙舟比赛呢 龙舟比赛 那肯定很有意思 小说千儿咱们快去看看 哇 那么多笼罩 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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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瞧把你高兴的 哎 小说千儿 这里看不清楚 咱们到前面那座桥上去看吧 走 哎 等等 桥上面看 不行 绝对不行 为什么呀 呃 你就在这看吧 那里呢 人太多了 万一 你掉到水里怎么办 你掉到水里怎么办 嗯 那好吧 快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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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好了 瞧他了 快救人呐 快的 快来救人呐 哎呀 小树架 你都瞧他了 有人落水了 快去帮帮他们吧 你还是待在这儿吧 那里很危险的 啊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桥会塌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那些人啊 宝贝 你忘了吗 咱们是改变不了历史的 哦 桥怎么会塌了呀 哎 那么多人都在桥上 桥承受不了那么重啊 啊 文德桥怎么塌了呀 刚才桥上的人太多了 所以瞧就塌了 那座桥也太不结实了 我长大了 一定要造出最结实的桥 小树架 刚才那个小华 说长大了 要造一座最结实的桥 这个人是谁啊 他就是毛雨生啊 就是因为这次的他桥事件 少年的毛雨生下定决心 要建一座最结实的桥 原来他从小就立直要建一座大桥了 宝贝啊 宝贝 看到全塘江大桥了吗 哎 爸爸 我们刚才看赛龙舟了 可是河上面的桥塌了 哦 老爸知道 桥塌了 那你肯定见到毛雨生了吧 这次垮桥事件 对毛雨生影响可非常大呀 嗯 对对 见到了 毛雨生还说 要建造一座最结实的桥 这是他从小立下的志愿啊 从此以后啊 毛雨生只要看到桥 不管他是石桥还是木桥 他总是从桥面到桥柱看得够 毛雨生上学读书之后 从书本上看到有关桥的文章段落 就把他抄在本子上 遇到有关桥的图画就剪贴起来 这时间长了 足足积攒了厚厚的几大本子呢 啊 关于桥的贴画都贴了那么多了 肯定很有意思 是啊 哎 宝贝 你不是想看前堂江大桥吗 那得去 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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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还不知道嘛 走 宝贝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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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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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猫先生 现在遇到一个难题 就是打桩 沙层又厚又硬 打轻了下不去 打中了又断桩 很不好打 先让工人慢慢来 咱们回去研究一下 刚才他们说 什么打桩不好打 是啊 要建桥就先得打桩 为了使桥基稳固 需要穿越非常非常厚的泥沙 把木桩立于十层之上 前堂江的水纹低质条件 极为复杂 所以打桩就成了一件 非常困难的事情 啊 那个怎么办 快想想办吧 小树车 别急嘛 宝贝 毛以生先生肯定有办法的 这个庄 怎么打呢 哦 也许这样能让打桩更轻松一些 毛先生 您赏花呢 啊 原来是小树车啊 我哪有心情赏花呀 我想到了一个能让打桩轻松的方法 啊 您赏到打桩的方法了呀 这位是 哦 这是我的朋友 洛宝贝 特意来看您建造大桥的 哦 小树车 我得赶紧把这个方法告诉大家 你们随便看看 顺便帮我教教花 啊 我先走了 哎 怎么说他就走了 到底是什么方法呢 走 咱们过去问一问毛先生 就知道了 毛先生 这个方法真是太好了 我去看看这都怎么样了 毛先生 到底是什么方法呀 哎呀 毛先生 你就别卖关子了 我教花的时候发现 水能把泥土冲出一个小洞来 所以 我们就先用高压的水 在厚硬的泥沙上冲出深洞造桩 这就叫涉水法 使人来一昼夜只打一根桩 提高到可以打三十根桩啊 一根三十根 这么多啊 哎 宝贝 前堂家大桥怎么样了 啊 爸爸 毛医生见到大桥 遇到难题了 不过很快就解决了 啊 老爸知道 第一个难题啊 就是打撞 第二个困难是水流湍急 难以施工 毛医生发明了沉香法 听听听 老爸你不用说了 我还是自己去看吧 哎 宝贝 哎 小树枪啊 刚才爸爸跟我说 建造大桥还有困难 还有什么困难 造一座大桥 哪那么容易啊 这接下来的难题 就是水流太急了 施工很困难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 啊 这么快 嗯 我们用沉香法 就是将钢筋混凝土 做成的箱子 口朝下沉入水中 罩在箱底 再用高压空气 挤走箱里的水 供用在箱里挖沙作业 使沉香与木桩 逐步结为一体 沉香上再住乔墩 毛先生 有张图纸需要您看一下 好 我就来 小竹签啊 我有事先走了 再见 啊 再见 啊 您忙您的 再见 咱们还是别打扰人家 建造大桥了 咱们回家吧 好 走吧 哎 宝贝 回来了 你不听老爸说完 就跑开了 水流极的困难 猫医生已经解决了 用的是沉香法 那还有一个困难呢 你知道吗 啊 还有啊 第三个困难是架设钢梁 猫医生采用了巧妙利用 质量力的浮运法 朝涨时用船将钢梁 运至两吨之间 朝落时 钢梁便落在两吨之上 省工省时 进度大大加快了 哈 猫医生真是太聪明了 能想出这么多办法来 哈哈 那还多亏猫猫医生日常的学习和积累啊 他自己搜集关于乔的资料就非常多 猫医生还很注重人才的培养 我来说 猫医生把工地搬成学校 吸收大批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参加工程实践 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桥梁工程人才 我国一些重要桥梁工程 比如武汉长江大桥 南京长江大桥 这些桥建造的负负责人都曾经参加过 前唐江大桥的建设 所以呀 前唐江大桥既是我国桥梁建筑史上的一座旅程碑 又是我国桥梁工程师的摇篮 前唐江大桥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才智 展示出了我们中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民的能力 不仅是桥梁 猫医生还主持我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三十余年呢 为铁道科学技术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怎么他要研究铁路啊 宝贝 你忘了 前唐江大桥可是上下两层的 下面是铁路 上面是公路啊 这不研究铁路 怎么把铁路架到桥上啊 哦 也是啊 猫医生先生还是将土力学引入中国的开拓者 土力学 什么是土力学 研究土的物理 化学和力学性质 以及土体在外力 水流和温度的作用下的 硬力 变形和稳定性的学科 还要研究土地啊 那当然了 这桥梁 房屋都是建造在土地上的呀 不了解土地的性质可不行啊 弄不好 建筑就会毁坏或者是倒塌呢 毛医生还是最早从事科普事业的科学家之一 也是最勤奋的科普作家 他还著有中国古桥技术史 中国桥梁古代至今的 咸唐江桥 武汉长江大桥 毛医生科普创作选集 毛医生文集 等一等 等一等 哎 对了 宝贝 等你上了中学 你就能学到毛医生的一篇文章 中国的石拱桥 可是 我现在还在上小学呢 没事 宝贝 想看的话 改天老爸给你找找那篇文章 哎 这个爸爸 我和小叔差回来的时候 秦堂江大桥还没建好呢 桥什么时候建好的 经过大家的昼夜努力 秦堂江大桥终于在1937年9月26日 建成通车了 哎 可惜啊 这么气势宏伟的大桥 建成没多久 就被炸毁了 真是太可惜了 哎 啊 怎么被炸毁了 爸爸怎么回事啊 哦 是这样的 当时啊 正是抗战时期 为了不让敌人用这座桥 就在最难修复的桥墩上 预留位置放炸药 在敌人来的时候 毛医生受命 炸断了亲手建造的大桥 啊 真是太可惜了 好不容易建好的大桥就这样被炸掉了 哎 是啊 嗯 这也是万不得已啊 哎 哎哎哎 你们都别叹气了 大桥不是后来又修好了吗 又修好了 当然了 没修好的话 爸爸那是在哪拍的照片啊 毛医生主持的前塘江大桥工程 前后十四年 经历了建桥 炸桥 与修桥三个时期 这可是古今中外建桥史上 从未有过的先例啊 不仅修好了前塘江大桥 我还负责修建了武汉的长江大桥 不过自1919年12月 我归国为社会服务 在几十年的征程中 我所做的工作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主持建造前塘江大桥工程 哎 宝贝 有机会让你爸爸带你去看看那些大桥啊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再见 有时间去看看 毛医生啊 不仅修建了长江大桥 就连人民大会堂的修建 周恩来兄弟 都要让毛医生来签名保证呢 哈 这是为什么呀 这说明毛医生对工作是非常的认真负责呀 还先对人民大会堂的结构设计 做了全面审查核算 最后才签了名 签名 哎 我得去找毛医生先生 要个签名 嘿 爸爸 你什么时候带我去看全当江大桥啊 老爸 我还有点事啊 先走了 啊 爸爸你又想溜了 别走 追不上啦 小乖 你不够朋友 是你自己是着的 不赖我 现在相信我了 早干什么去了 好 停 呃 总体不错 但是呢 小关 你这个情绪呢 不够饱满 啊 呃 小关 你单独的来一下啊 是你自己是着的 不赖我 现在相信我了 早干什么去了 好 棒极了 我碧他的 我碧他的 这个情绪呢 是你呀 我碧他的 拜拜 不要 我碧他的 我碧他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